引言,众所周知,杨子虽然是小从心,但是没有因为自己出道早而有优越感,而是吃苦耐劳,认真琢磨角色,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实力走到了大家认可的地步,成为当今一线明星。 11月2日,杨子在海边放烟花的照片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,美丽可爱的杨子宛如仙女下凡,就是海滩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不少网友看到青岛就想到蒙汉,想到蒙汉就想到黄紫涛,想到黄紫涛就想到他对杨子的好。 不过真实情况,其实两人只是很好的朋友,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两人的季品交罢了。 看到杨子的照片后,很多网友都惊叹他真是行走的衣服架子,穿什么都好看,不过现在天气冷了还在海边吹风,都纷纷表示心疼,无论如何,都希望他能多注意保暖。 别着凉了,很多网友是看着家有儿女里面的杨子,同一个小黄毛丫头,一转眼都成三十的绝世美人,这时光真不是一点点的人呀。 同心出道的杨子,如今可谓是风生水起,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,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接连不断的作品和高涨的人气,让他越来越风光无限了。 杨子不仅仅人气高涨,在娱乐圈也是有名的交际小龙手,身边的朋友都是大腕级别的,他的一部新作出山,半个娱乐圈都在给他宣传,可以见得他的好人缘。 还记得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多漂亮,那时她还是小学生眼高中生,那时可没有美白磨皮预见什么的,人家许小就美,与大十八变,越来越漂亮了而已,给你看她十五岁的照片。 当年她与郑文搭档出演了《江亦》,这部电视剧更是果变整个娱乐圈,女女线搭档出演了,亲爱的热爱的,杨子也由此落下了,随与她搭档男性必定大伙的给人形象。 在人心不到的社会,杨子不着急冒险,而是需先向别人学习,用心做好自己的事情,这也是杨子现在如此受欢迎的原因。 杨子是通过在一部部电视剧中撒磨自己的演技,哪怕开始的时候接不到好的剧本,对于自己能拿到的角色也是用心揣摩塑造。 终于运气好的抱了几部剧,一步步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认可。 网友们看到杨子紫色的造型后,都感叹杨子美得就像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一样,她身上穿的白色纱裙正好与黑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美得不可方物。 如今的杨子事业也是蒸蒸日上,不过令粉丝们有所期待的是,杨子如今依然还是单身。 不少网友也还是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另一半,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杨子吗?